最近我媳妇喜欢给我儿子买书了 我怎么感觉这就像动物世界似的 就是呀 你不是想让果果看书吗 要培养他看书的兴趣 现在从这种比较有趣的书开始 果果最近看书看得挺厉害的 给他买了几本故事书 他几本都看完了 所以呢这次给他买了一个图案比较多的书 幻幻新鲜 果果 妈妈今天给你买的礼物收到了 一本特别特别大特好看的书 果果你的书在你爸那呢 他现在津津有味的看起来了 我研究这个猴子嘛 猴子是怎么来的 猴子种类特多你知道吗 这么厚果果 就跟动物世界一样 你给果果吧 果果兴奋的 爸爸给你买的这种书怎么样 这有点沉啊拿好 这个书有契进种 那你还不谢谢爸爸 谢谢爸爸 是我让他买的 这是妈妈挑的 谢谢妈妈 我们还有两个星期 就要回西安开长途了 当时买这个小鹏汽车的时候 送了一套睡眠空间 我们一直还没用过 等会准备去地下室拿出来 装上试试 这样在路上 开累了 就可以在车里面躺着 谢谢了 看看这个睡眠空间 这么大一个箱子 现在我们开到服务区了 给车充点电 哪里都服务区了呀 我就是模拟一下 咱们回西安开长途的样子 现在把这个睡眠空间拆开 看看里面都有什么 你说咱们买车买了半年了 都没体验过 这里应该是两个单人的床垫 不知道带不带枕头 这是充气床垫还是 充气床垫 现在充上去试试 期待吗 期待 期待在服务区能睡个午觉休息一下 这个里面东西都更多的 2 3 4 5 6 7 8 这都什么呀 都是床垫 咱们得看一下教程 我还不会装 打开睡眠空间模式的时候 这个前面两个座椅 把头枕拔掉 能180度放平 先把这个床垫在里面铺好 然后再充气 弄单人床还是用双人床 当然是双人床了 你不躺吗 铺了半天 发现铺错了 这个是床垫 底下那个床垫先充气 再往上铺床垫 第一次用还没出来 所以就是得熟悉熟悉 如果不熟悉的话 以后咱们跑高速的服务区 先用现装 把人累死了 这是充气垫 这个才是充气床垫 熟悉一下 等下次用的时候就简单多了 对 不过 你感觉以后跑高速的时候 车里有一张大床 舒不舒服 就可以躺在里面 全身躺平休息了 是不是 现在插上充气泵 哎呀 这充气好快呀 马上就鼓起来了 大概两分钟的时间 这个垫子就已经充满气了 摸上去也挺舒服的 现在再把刚才的床单铺上去 铺床单的活 交给小月了 严格的来说 这是一个床里 照着这个垫子上 这样以后清洗起来比较方便 床垫装好了 这爷俩已经迫不及待躺进去享受了 哎呀 回那个老家 走高速就一点都不发愁了 中午空了 直接弄上睡个觉 边供电边睡觉 这妥妥的一个大床房呀 上来睡会儿 我们今天弄的比较简易 也没有装那个长枕头 应该有长枕头吧 嗯 今天是这个简单的三个小枕头 然后也没弄这个遮阳帘 人家还要弄上遮阳帘的 我们没拉 挺舒服的了 你看 我的脚可以在里面伸直 真的可以挺好的睡一觉了 哎呀 腿太粗了 果果 你一会儿吧 电还没充满呢 好 先给你一枕头 推着空调 睡个觉 你现在就想想 你们在服务区走着呢 挺享受的 这真的是妥妥的大床房啊 你看我们俩的袜子好好的 一天早晨就挑一个破袜子穿上 你给我补吧 孙悦 你说秋千不能布这的时候 咱们这个车就可以当作房车了呀 而我就不用在酒店住了 直接住车里 有的景区 那个酒店四五百 一晚上的话 可以在这睡一下 反正也不冷是吧 而且这个挺宽敞的这样平坡 我觉得咱们仨能睡一下 哈哈哈哈 大伟还有多长时间充满了 十一分钟 咱们以后在高速上充电 就不用傻乎乎在里面坐着干等了 直接把这个床垫一扑 在里面能躺着歇歇了 就睡午觉呗 是吧 但是一个小时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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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